哈嘍,大家好,我是層,那么今天呢,要来玩这款游戏叫做《血影浆火》 那么今天呢,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新手开局首抽推荐介绍 还有这个推荐组的阵容搭配分享了 好,那么首先呢,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新手的开荒前期攻略 好,那么首先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陆服这个VIP20占9亿的大佬的攻略 那前面呢,如果你有小客机的话,可以先购买一下终身卡月卡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基金哦 那这个客机的话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游戏哦 那如果你要刷手抽的话,就可以稍微抽一下我们的天聖哦 就是聂峰再加上陆青山哦 那这两只角色的话是暴击队的核心角色哦 所以说先抽出来的话,可以一直用到非常后期哦 然后到关卡五支霸的话,开启无限时链抽哦 看你们是要抽这个双木龙或是木龙再加楚心苑 这两只的话都是可以的 那前面一些角色的话,比较猛的就是木龙再加哦 这个平民扇子啊,可以击杀回旧 那第二个的话是楚心苑,本身有这个恢复技能 但是他本身的大招爆发数也是相当强的 其他的话,聂峰、洛青山这两个的话算是天胜角色哦 所以说取得难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啊 那是要一直培养到后期哦 如果你是要玩这个暴击队的话 然后接下来的话,后面角色大家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那反正呢,前面前期过渡的阵容的话就可以用这个 云高涵,然后再加上聂峰,然后再加上慕龙沙哦 心苑选择的话,就民宿就选择慕龙沙,楚心苑 再加上于修远,这三只哦 然后后期的话,暴击队成型就可以把上面 刚刚有讲到一些角色给他培养上来啊 然后下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核心支援元宝的使用方法 或是排行榜的一些争夺,等等一些小tips哦 那么也可以实际来到游戏之中看一下他们各个角色的 技能介绍主名啊 那么可以点一下门徒,在图鉴这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平民的天天神角 这个慕龙沙啊,看一下他的技能哦 他主要技能就可以对敌方单体造成大量伤害哦 而且该攻击的话会无视防御,并且吸血30%哦 其他目标时就可以直接恢复自身的全部血量哦 比如说前期的话,可以把所有资源都丢给我们的布隆沙哦 只要让他释放这个技能,然后秒杀对方就直接又变成蛮血哦 所以他可以就直接一打四一打五,超强的一个平民神角哦 然后后面的话他其他的一些技能哦,也可以增上非常多啊 可以增加攻击力,并且恢复自身的怒气值哦 开场的话也可以免疫控制一次啊 然后天赋的话可以有机率 造成双倍伤害,就直接秒杀对方的主要输出角啊 那么猛,然后他左上方的话都一些评论哦 所以的话基本上是热度低的门徒哦 单卡强度就相当强力啊 他是可以着重前期首抽培养一下哦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角色刚刚也是有看到嘛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也有讲到的 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余秀运好了 余秀运比较偏向一个输出,然后再加上一些buff角色啊 可以对敌方全体造成一些伤害哦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暴击率 添加怒气值,还可以为我方新职业的门徒攻击力提升非常多 可以直接额外提供10%的伤害加高层哦 算是一个buff机啊,然后本身的输出也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伤害在哦 那么也来看一下这个暴击队的核心角啊 我们的洛青山哦 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绍啊 直接造成大量伤害哦 也可以降低对面的抗暴属性 自身的闪避率也可以有所提升哦 有一定的生存力啊 他的天赋呢,只要有方暴击触发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怒气25点 所以说就可以一直施放这个劲啦 相当猛的一只角色哦 刚刚看到了戚风 戚风的话算是控制啊 群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 可以为我方这个阵容多添加非常多的稳定性啦 有非常多的这个石化技能 还有降低敌方的攻击力 还有防御值的属性哦 可以提高所有的10%攻击 还有10%防御力 那最后一只角色哦 记得刚刚有一个是比较偏向奶妈角色哦 我们的处心院在最下方这里哦 这里的话他有一定的治疗能力啊 但是他的本身其他被动技能都可以提高他大量的一个攻击哦 现在他天赋也可以直接增伤啊 但是那缺点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比较脆弱一点哦 本身输出大炮的伤害也是非常足的啊 可以看一下他的评论哦 利用在献祭队还有暴击队啊 伤害非常高然后防御特别低哦 以上这几只角色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 新手前期主要的话就朝这些方向去抽哦 因为的话就射程刚刚介绍的那几只啊 也是说这个暴击队是要热门的 大家可以稍微玩玩看视网看看啊 这边的技能都是说明蛮简单的哦 不会到太复杂 那么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新手开局福利哦 那么新手开局福利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总共100万的预约奖励哦 可以领到一些实体奖励哦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 有一些PS5G哦 还有甚至iPhone14 Pro Max啊 还有4090显示卡 非常的豪华 非常大手笔哦 后面的话要吸引大礼包这边的话 应该都是上市就会直接送到我们的游戏信箱啊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最后一个100万预约奖励 有限时时装还有SR自选侠客礼包 然后你们也可以点一下这个预约活动连结哦 你们可以进来到这个预约网站啊 那预约网站你们这边就选一下你们是iOS或是安卓 然后再输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然后输入完之后呢在左方查询奖励的话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礼包码讯号 这个礼包码讯号呢一样就是游戏上市的时候就可以到游戏 他这边的话也是有讲嘛 他是说可以点一下那个 左上角如果头像对话码输入对话码 那的话就可以成功进行兑换哦 这边还有一个新手的开局福利哦 这边的话第一个上线的话就直接送1万抽 这估计也是每天上线可能送个10抽之类的 然后要累积登陆个1000天之类的吧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元宝英雄今天送这个的话 元宝英雄也不知道他送的是哪一些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天临角 第三个的话就是通关西手教程就可以解锁 无限连筹应该就是刚刚的通关5-8的无限10连筹吧 大家是可以来这边看看啊 然后最后呢也是有一个台服比较台服的 江湖礼包嘛 这边目前的话是有透过广告看到这些礼包啊 那的话上市的话就可以去兑换的地方 去输入看看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啊 有VIP66然后VIP77 VIP3-8大概是这些哦 然后最后呢也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战斗方式 一些其他的这个服力哦 目前的话这个是陆服啦 陆服的话稍微玩起来的话会有点卡哦 战斗方式的话也是呈现回合之战斗啊 整体的画风也是比较偏向那种暗黑哦 有点特殊的画风啊 整个画面都暗暗的 一些配音好像没有配音到特别多啊 就有一些文字哦 战斗的话就是排兵布阵吧 也选择一键布阵 玩之后就可以成功开始战斗 稍微加载一下场景 然后我们的断衫 过去给他一拳 下方呢可以用一下我们技能 秒杀啊 可以加速的哦 回起技能 那整体的战斗方式就是像这个样子啊 可以看一下战爆我们的掌门哦 出出是直接最高啊 直接拉满啦 好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谢谢江湖 李光好序号分享以及 最强的天天手奏角色阵容推荐 介绍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哦 我们下部影片之间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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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